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人行,我是澤sir,Carrie 看到我身後有這麼多鋰電的工具 也有很多,例如手動工具 但其實有些東西是不可取締的 就是像膠槍 你看到身後有這麼多種膠槍,究竟有什麼分別? 現在馬上介紹給大家看看 剛才我說過,膠槍絕對是我們工程界不可或缺的工具 但如果你說膠槍有這麼特別,錯了 你看我前面是軟軟的 現在馬上介紹給大家看 首先,這款是最普通的膠槍 有什麼問題呢? 當膠要用得久,要用力的時候 我現在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正常,當鍊的時候,我已經是鍊扁了 或者整組的東西,好像被阿邦一樣 一鍊完整組,整組已經是糞了 所以這些是普通的用途,的確可以 然後當然,有木田的鋰電膠槍 很帥 當然不止木田的,其實都好像良命一樣 這個比較便宜一點 有錢一點的,下手頭鬆動一點的 不妨可以買一些帥一點的 像Hilti這支 但由於價錢不菲 價錢是七、八、八百元 借完給人用的時候,變成這樣 所以都當裝飾有紀念 做了什麼呢? 其實平時我們用的膠槍 是放一些一支支的膠 但是,當你打大量的時候 就要用到好像這些 這些就是豬腸膠槍 是整支放進去的 有長也有短 說開了 你說,除了鋰電 還有些什麼呢? 其實是有氣動膠槍的 即是說,插了氣的時候 它會慢慢推出膠 那你說,我不想買一支支 再不想賣一輪輪子 這些可以省一點 其實就像這支 這些叫黃油槍 也就是說 你說這裡就是一個抽 說信用在桶上 然後一抽 把東西抽到上來 這裡,這裡是個砰 抽到上來 再打 這個叫黃油槍 到近期一點 膠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好像這支這樣計 我們要打膠,就是這樣做 有支釘膠,放下去 若這支是新窗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裡鎖了兩呎鬆一點 你平時這樣打,當然沒問題 但當你打櫃籠、櫃底、廁所邊的時候 就變得很困難 所以出了比較短一點,就像我眼前這隻 這隻名牌,Tajima Tajima這支是在我日本買回來的 究竟它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看著吧,我放一支膠 接著我按 是少了些東西,就是少了 後面有一支尾 尾尾好像捲尺一樣 捲在裡面的 按它要擠出來,我再示範給大家看 它的動作就是這樣 按 看不看? 它好像捲尺一樣捲在後面 把膠擠出來 所以這支,Tajima這支漂亮的東西 你看很多人我來的時候 都猴住了 當然,這是肥賣品 有沒有再短一點的? 是有的 這支就簡單一點 樣子比較簡陋一點 其實其他的尿都很軟 但它有一個好處 它完全是反傳統的 平時的膠箱 是在後面按出膠 但這支就不同了 這支是前面按下去的 把膠放在這裡 接著 按 這樣 OK,好 方向就是向這裡按出去 變成少了前面至尾 這樣按 那你說,咦?怎麼推下去? 其實後面這裏 就要將這支膠箱 用剩下的 就會破開 即將這支膠箱 破開 然後慢慢慢慢退後面 做給大家看 現在盡了 看著 看到嗎? 就算離離去去 長度也不會太長 但仍然有截尾 那怎麼辦? 會不會再短一點? 是有的 接著這一支 最新的型號 動作是一樣的 多了手 按手 按了它 接著就放了這支 看到嗎? 接著 看著我按了 不斷移動的時候 膠向這邊 移動的時候 就越來越短了 你說再短一點的時候 其實會再剪短這裡 有什麼用途呢? 就好像 你打一些 櫃底 或者有時候我們做 換助癡的時候 後面我們就要打膠 平時很難很難捐進去 現在就可以很短的 用半支膠 進去的時候 就收進去 就可以做到 究竟可以做到多短呢? 我做一次 在這裏 我剪一剪 按短的時候 看著 是不是很厲害? 這支膠 就變成要剪一些很窄的位置 例如我再 前掃未有這麼短 這支膠 是不是很方便 但是由於整支來講 有些砂紙在這裡 夾它下去 所以拔出來 是有點困難的 另外還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這裡 由於是砂紙 將磨擦力 將這支膠 推它下去的時候 如果虧了的時候 我相信 就不會那麼好 另外 後面這把刀 如果久了的時候 遇上了一點 可能 是會令到 沒那麼順 選號品 是比較多的 那你說 是不是經常都用到呢? 不是 拔也不是很方便 但是我覺得 需要擺定一支 在工具箱裡 就是未尚不可 這支是不錯 所以這兩支 是屬於新型的膠窗 至於專業級的師傅 就像我們經常性 要去做工程 要知道好一點的膠窗 要用哪些呢? 我一直以來 是想搜刮多些不同的好的工具 給那麼多師傅用的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工程的人 我都很希望找到一些好一點的膠窗 所以 我探偏這麼多間廠 我就找到這個系列回來了 叫Woodman 一目系列 現在馬上開箱給大家看看 好了 開箱了 這裡有這麼多支槍 首先我先說前面這三支 分別是212CAD 213CAD 213CAD 和375 375我先不說 212213都屬於金屬的槍 整體整體是非常實正的 捏上去是很順的 先試給大家看 平時的膠窗 是會嘰嘰嘰的 但這些是很油 很順的 另外 膠窗要留意什麼呢? 其實看上去全部一樣 錯了 每支都是不同的 讓你們看看 究竟這裡 這兩支 稍眼看上去除了顏色之外 做什麼分別呢? 就是腐後位 因為當你打架的時候 跟拉釘一樣 如果長期性要這樣鍵 這裡會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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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不舒服 所以我量度一量 這兩支的腐後位 其實是很大的分別 先量度一量 212 這一支 212的腐後位 由最尖到最尖 是15CM 而213這支 最遠是14CM 所以是差1.5倍 負荷位很重要 因為當你長期性駕駛的時候 或者手比較細的時候 絕對建議 稍稍稍稍稍 那你說 Dalser 還有什麼? 撐很遠 究竟是什麼呢? 看著吧 這支212 究竟我捏多少下會弦呢? 15 16 16下半就會捏完 第二支 213CD 這支是舒適型的壓力膠 4445 是45下的 所以你說 我隨便買一支 當然不是 十幾下 和四十幾下的分別 那你說 咦? 那我什麼時候 應該選擇哪樣呢? 就很視乎你的工種 例如我經常都要打開口很大 很大條 很闊的 又或者視乎你手感 你覺得我可以控制得好一點 因為當你大的時候 可能控制出膠量 可以自己控制了 至於這一支 但是呢 本身你打膠 嘴唇 是很小的 很小的 所以你需要給力度大一點 因為當你的嘴越小的時候 輸出的力度越大 可能你打的縫比較幼少少 或者是要迫下去 什麼時候要迫下去 例如磚垃圾 例如玻璃圾 還有一些 例如膠很重 何謂膠很重 就是膠很重 由於密度高 我之前說過 這支U-Bucks 350 由於密度很高 黏力很強 相對於一般玻璃膠 或者釘膠 它的黏力強很多很多 所以打出來是很難的 一般玻璃膠槍 就是剛才那支最差的 基本上一把一鍊 就一定變 一定用不到 所以一定要選擇 實正一點的膠槍 所以打膠分別 究竟 你要知道 212打得快一點 只要知道 213舒適型 但又可以給你壓力 另外一件事 打膠要留意的就是 我的術語叫回氣 或者叫放氣 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有時膠 我們打下去的時候 你一放手 它不停撕出來 為什麼 因為膠有彈性 當你壓下去的時候 它的膠在裡面的壓力 可以保持 令膠更迫 你不想的 因為你擠完的時候 放下的時候 最常有些什麼 就是一擠 都知道 但這個功能 就是這裡 可以選擇性 當我打上去的時候 看著 這個細節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一放手 它自己會退後 即是會放一些壓力 即是我們叫放氣 這些膠槍 就可以選擇性地 令膠放氣 當你不覺得 不是啊 我都習慣了 所以繼續去的時候 趴下來 然後就會 保持著膠裡面的壓力 這個就是你身形槍的功能 另外這支 這支 再重型一點 這支有什麼特別的 這支有多些螺絲 這支是超重型的壓力槍 你看看 一樣 按下去很舒服 按它出來 後面亦都可以放氣 至於是什麼分別呢 這個呢 或許我不打給大家看 看著 好 這裡可能要快鏡 手都軟了 這支是打了差不多70下 哇 70下 打什麼膠要這樣 但是這個叫超重壓力 不是膠超重壓力 是那些膠 那些膠 當那些膠 那些膠很幼 把壓力打下去的時候 這支就做到了 或者膠很濃的時候 對於什麼 打氣車玻璃的時候 這支基本上是專門打氣車玻璃用的 所以375這支 比較少用的 但知道就好過沒有了 所以我桌上這三支 212 213 375這個系列 我覺得若果大家長期打架 或者覺得自己一個 差不多想擁有自己一支好用的膠窗的時候 就不妨值得擁有 至於前面那兩支 這兩支 珠長膠窗 長也好 短也好 都是 Based on 這兩支 其實它們是可以換的 只不過是講 套筒 就是前面這裡 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選擇 究竟我是想要一支 大腐口的 還是想要一個 舒適型的腐口位的 豬腸膠 大家最興趣要知道 當然是價錢 首先是這支 普通的膠窗 市面賣到 大概二十多元到四十多元左右 高級的 鋰電釘窗 木田這一支 就是DCG180 是1450元 而亮明這支鋰電釘窗 是850元 但可以買到 這兩個都是不包理電 下一支 Hilti這支手動膠窗 大概是800元 而這支Tajima 無味的膠窗 大概是五六百元 日本空運回來的 至於這支無味的膠窗 這支膠的膠窗 不妨擁有的時候 大概是100元 至於這兩支Woodman 一目的膠窗 是我走訪中國這麼多膠窗 大概是145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覺得不妨可以過來大行上市 所以選擇這個膠窗 其實都很有學問 並不是隨便買些東西 希望這支膠窗的資料 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去選購的時候 就知道究竟是一個快速型 要一個舒適型 就是超級重的型 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分享給朋友 訂閱我們的頻道 線上有很多不同的膠 好像填鋒膠 釘膠 也有些黏力是非常強的 好像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這支Ewbox的萬用膠 或者好像那支暴風膠 我們做防水的 那些膠的黏力是很強的 黏力很強的 即是甚麼 它撕出來是很困難的 我現在馬上做給大家看看 好像這支 這支350萬用膠 由於膠窗的黏力度很強 它的密度其實非常之高 要打它出來的時候 這支是普通的膠窗 這是正常的膠窗 要打它出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它的力度 基本上你打的時候 我已經捏扁了 它未必出的 總之這個 是要非常大的 用全量的膠窗是很困難的 我現在用另外一次試一試 先 這支 我看已經在表面 扁了 已經沒有用了 看這支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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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可以用兩手指都捏得出來 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人行的,我是澤Sir,Carrie 2019年沒了,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回顧 首先要多謝看影片的你 大人行的訂閱觀眾差不多去到五萬 當然由世界各地不同語言的朋友支持 五萬那麼少?人家說一下都幾十萬 又不可以這麼說,根據統計 大人行的觀眾全部都是真正的用家 在家庭、社會、工作上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那豈不是一個頂十個? 即是幾十萬天 嘩,有些用 澤Sir,到底什麼時候出片? 訂閱新仔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反思過手機的確要來打機、看書、找資料 但絕對不夠一本 雜誌這麼有手感,好像很明顯 沒錯,2020年我會出一本達人行雜誌 有關不同品牌的工具 設計、物料、技術、找師傅、找工 工具、工程界的秘史、投稿等等 我希望可以用最中立的角度分享有用的資訊 例如工具接下來會出什麼? 在裝修上出現,但大家又不敢說的問題 哪間公司多人散?哪間拖工? 有什麼特別的材料? 由裝修工程人講究竟哪個樓盤的料理? 有什麼設計?工程秘技? 還有一樣,當初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工程王業 開工也好,住家也好,找物料買物料是最頭痕的 如果可以一打開,土瓜環哪有五金店? 有沒有WhatsApp問?有沒有水電木的東西買? 最好有評分,方便工程界、家庭觀眾去買東西 或者尋找幫助 但人行的短片也好,我們的貴漢也好 我們理念是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但是不會像外面的報紙雜誌一樣,都這麼貴放股幣 所以各位五金店物料店的老闆 如果想方便各位師傅找你們的話 請你們WhatsApp留言去這個電話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都可以留言 人手有限,我們盡量回覆 至於所有有關工程的工具 物料的老友如果想分享你們的產品都可以聯絡我們 業數有限,滿了我即止 澤Sir,是不是所有資料都要找你? 我們有WhatsApp也有Facebook 不過資料都要麻煩你,Johnny 沒問題,記住我,Johnny O 我正在等你們 大人行不是政治的機構 但也希望定期為社區做些事 可以看回我們的短片 所以如果大人行的雜誌有盈餘的話 我們會抽出部分,繼續我們的社區分享 我在這裡,首先謝謝打算購買這本工程王業的你 大人行的貴漢創漢號,將會是新年後推出 貴漢即是幾個月出一本,絕對是居家工程一本防實的好書 如果是我們 partial金牌,請入 minecraft 我會開始視頻! 如果在這裡,先進去你的 coal施工程 從什麼時候幫忙做你的 因為要不要的,怎麼會這樣 那麼多活動 更多工程重神 讓他們做到,我會意識及